共产党宣言中一本 为什么会诞生在一个破旧的柴房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怎样被引入到中国的 而麦克氏又是谁呢 党史故事一百奖马上揭秘 党史故事一百奖马上揭秘 党史故事一百奖每奖都精彩 在第一期当中呢 我们讲到了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 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序幕 今天有请党史专家邵维正老师 带着我们一起走进历史的现场 去重温发生在这里的历史 掌声有请邵老师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第一个中一本共产党宣言 它诞生在浙江的一个小山村 这个故事发生在1920年的2月 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广泛的传播了 人们迫切需要有中文本的共产党宣言 因为马克思的著作大部分是德文版 英文版 日文版 中文版很少 特别是共产党宣言 所以上海有一个进步刊物叫做新西评论 他就月请陈方道来翻译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那么为什么找陈方道呢 这是有缘由的 陈方道1915年就到日本留学 他先后在早稻田大学 中央大学 集所学校学习过 他的英文日文功底非常丰厚 他的中文也是非常流利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 曾经在杭州的示范教中文 是中文系的主讲 1920年的2月 那么那时候的陈方道 因为支持学生闹学潮 被迫离开了杭州示范 他就受了新西评论的委托 带了一个日文本 回到了他的家乡 浙江义武 一个分水塘 这么一个小山村里面 义武 现在名声很想 是世界小商品的集参地 可是在当年 义武非常偏僻 也非常贫穷 陈方道 带着一个日文本 回到了他的家乡 他怕日文本的共产党宣言 表达得不够准确 他又通过陈多秀 找到了李大钊 李大钊的办公室 就在这个红楼的东头 借了一个英文本 他拿着两个文本 回到了家乡 这时候 正好是春节前后 人来人往非常多 他为了避开 人们的走访和干扰 他躲进了家乡的一个财物 放堆柴火的一个小屋子里面 那么堆柴火的小屋子里面很杂乱 也没有桌子 他就拿来了两条板凳 搭了一个床板 就当成桌子 拿了几坤稻草 放在地下 就是灯 在这个里面 他专心自制地来翻译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的深刻思想 怎么把它变成中国语言 他杀费了苦心 第一句话就把它拦住了 怎么来翻 他经过反复地推敲 反复地琢磨 翻译成为这样子一段话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徘徊 那么这句话一直到现在 被很多人所引用 他翻译到了废情忘食的程度 陈旺道的母亲非常心疼他 大家知道 这个南方的早春 又潮又冷 非常难受 那个柴房里面 有没有什么保暖的设备 他母亲就灌了一个汤婆子 灌上热水 把汤婆子给他取暖 又怕他饿着 就弄了些糯米 包了几个粽子 给他送来 而且旁边还放了一小碟糖 叫他趁热赶快吃 那么过了一回 他母亲看到里面没有动静 就过来问 旺道 你吃了吗 糖够不够 他不进来不知道 一进了吓一跳 这么陈旺道满嘴都是墨汁 说你怎么了吗 陈旺道拿了镜子一照 母子两个人哈哈大笑 他原来因为精神特别的关注在这里 他错把墨汁当成了糖 站着吃了 这个可见当时内代人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执着的追求 这个精神是很感人的 大家好 这里是一乌市分水堂村 陈旺道先生的故居 我身后的这尊塑像呢 正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全译本的翻译者 陈旺道先生 那陈旺道先生呢 就是在他的家中采访里 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全译本的翻译 那我手里拿到的这个共产党宣言呢 也就是陈旺道先生翻译的工作成果了 从此呢 这本中文版的全译本共产党宣言 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陈旺道布局是一栋建于新宣统年间的庭院建筑 为一镜五开间 左右镶房各两间 开间前沿有天景 近一百年过去了 主体建筑仍然完好 只是当年的柴园已经被拆除改建 就在陈旺道先生的故居当中呢 我们找到了这样一间屋子 在这儿呢 我们尽量给大家还原 当时陈旺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场景 那当年呢 就在这样的油灯下 陈旺道先生完成了共产党宣言 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 一九二零年的四月 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翻译出来了 正好这时候 他又寄到新西评论的电报 要他到上海担任新西评论的编辑 他就匆匆告别了家乡 带着共产党宣言的一稿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不久 新西评论是一个进步刊物 被政府勒令停砍 那么原来新西评论呢 为什么叫陈旺道翻译呢 就想在这个新西评论上 连着这个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那么刊物停了就没有办法 那么陈多秀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很着急 那么陈多秀和李汉俊受陈旺道的委托 一方面帮他教育共产党宣言 一方面陈多秀又想办法把它出版出来 不久陈多秀就把这个稿子出了一个单行本 1920年第一个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那个当年很短的时间第一版就印完了 到九月份就开始印第二版了 在后来的六年间一共印了17版 这可见这个稿子非常受欢迎 陈旺道拿着他的这个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反复感 他觉得应该把这个中文版的宣言赠送给鲁迅先生 让他知道 鲁迅先生收到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以后 当天就抓紧时间读了起来 而且非常称赞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 但是没有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 说陈旺道为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1936年在接受美国记者史诺采访的时候 他也讲到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的铭记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到了1920年夏天 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毛泽东提到的三本书 是哪三本书呢 就是科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考斯基的阶级斗争 和陈旺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那么这三本书帮助毛泽东 去留了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那么陈旺道 他是在理论界非常有声望 新中国成立以后 他曾经担任过全国政协的常委 全国人大的常委 他担任过复旦大学的校长 在理论界上有很高的信誉和威望 1977年他在上海逝世 那么共产党宣言之所以 能够有这样子热烈的反响 和当时整个国家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有关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现在的资料看 最早是19世纪的末就落落须须地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当时马克思这三个字不是现在这个马克思 翻译成马克思 现在听到大家就觉得有点可笑 那么到后来才桌布把翻译定位于马克思 那么我认为 在那个时期 所谓介绍马克思 这个 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个 他就是片言之语 个别观点的介绍 再一个 他就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 他并不一定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 包括有些无政府主义者 包括国民党人 他也都写了一些文章介绍 那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还是在五四运动的前后 那么这里我们特别要讲到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在十月更命以后 他对马克思的研究 对社会主义的研究 已经非常 投入了 1918年的7月 李大钊就发表了 《反俄革命的比较观》 同年的11月 他又发表了 《说明的胜利》和《波尔什维的胜利》 这三篇文章他大力宣传了俄国十一革命的重大意义 歌颂社会主义 而且号召人民向俄国人学习 走俄国人的道路 他有一句名言 他觉得十一革命的这个大的趋势不可阻挡 他说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彻齐的世界》 这两句话非常有名 那么1919年的5月5日 是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 在这一天 北京的《晨报》 从5月5号开始到11月11号 连续办了半年的马克思研究专栏 这个专栏就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之下 办起来的 李大钊为了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在他自己主持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 他把这一号编辑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登了马克思学书 《俄国革命的哲学基础》等八篇文章 而且他亲自撰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叫《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篇文章有两万多字 在《新青年》上用两期把它登满 这篇文章我认为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一个标志性的文件 那么在此前后 就在李大钊二层办公室里的 他变成团结进步青年的一个场所 很多的人都到在这里向他请教 来讨论新思潮 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基础上 1920年3月 李大钊组织了邓宗夏、高军宇、何孟雄等人 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书研究会 当时这个学中研究会啊 它是秘密组织的 它下面分了三个翻页史 有英语、德语和法语三个字 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过蔡元培校长的支持 在这后面专门批出了两间房子 成为一个康姆一哉 取名为康姆一哉 这是一个英文翻译的 康姆一是共产主义的意思 这个哉就是中国讲的书哉房子的意思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理解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习史 这个学习史后来对它传播马克思主义当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1921年 马克思学书研究会发展到了一百多人 李大钊领导的这个马克思学书研究会 带了一个头 后来在全国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 像天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毛泽东也在湖南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 等等 基本类型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当中 天津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那么大家都知道 周恩兰在天津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 组织了一个社团叫觉悟社 这个觉悟社 1920年的1月份 因为参加了反日运动 在这学潮当中 周恩来和几个同伴被捕了 他开始他们被关押在警察厅 当时互相不能见闷 不能交流 也不能说话 后来他们提出了抗议 到4月2号 周恩来和他的男友们 经过秘密联络 发起了绝世斗争 这个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后来把他们转移到地方检察厅 天津的地方检察厅 它环境宽松一点 可以在一起交流 也可以在一起读书 那么就在这个检察厅里面 他们阅读书报 交流思想 他们共同决定 每天早晨起来做早操 然后用一定的时间来学习 而且他们推出了周恩来马迁离 于南青三人组织的一个读书团 分别组织大家读书 还开了演讲会 那么在这个关押期间 来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 这个是过去文章 现在文献当中已经明确的记载 他们在5月28日 31日 6月2日 4日和7日 分5次向大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 他的内容呢 包含着 经济组织的变迁 马克思传记 维吾史观和阶级竞争史 这个阶级竞争现在叫阶级斗争 当时的用语是阶级竞争 那么还有愚公愚之所 就是圣于家这些学术 可是这些观点 在这个监狱里住着修习 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也是非常感人的 大家好 这里是天津觉悟社纪念馆 1919年9月份的时候 天津的20名男女学生 成立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 当时由于受到封建习俗的束缚 大部分学校当中 男女学生是不能够同校的 所以男女学生 也不能在一个社团活动 在天津觉悟社组建成立的时候 为了体现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 就在两个进步团体当中 抽取了骨干学生 男女各十名 组建了天津觉悟社 觉悟社就职 是一座由七间青砖平房 组成的小宅院 1987年 就职按原貌修复 邓颖超亲自提醒了寡敏 这间屋子就是天津觉悟社 社员之一 李西锦家中的餐厅 在1919年12月份 这里就成为了天津觉悟社 社员固定的活动场所 为了尽量给大家还原当时的场景 依据邓颖超同志的回忆呢 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呢 就把这间屋子 复原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有这样一个盘子 盘中呢 有50张小纸条 在这儿啊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 当时为了社团活动的需要 所有的社员的名字呢 是不能对外公开的 所以说大家呢 就采用了抓揪的方式 20个社员 在50张纸条当中呢 抽取了20个不连续的号码 作为自己的代号 当时周恩来抽到了5号 邓颖超抽到了1号 所以呢 这也是后来周恩来的笔名 叫做5号 邓颖超的笔名 叫做1号的又来了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时局大动荡 思想大解放的中国 新思潮汹涌澎湃 相互交锋 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并非一帆风顺 跟其他思想学说的交锋 也就在所难免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马克思主义经历了 问题与主义之争 社会主义之争 反对无政治主义之争 三次大次争 在论争中 马克思主义也说越变越远 信仰者更加坚定 并争取团结了一大批青年 壮大了革命队伍 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成为了 新思潮的主流 然而 仅仅在理论层面的论争中取胜 还远远不够 普通的民众 怎样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 而马克思主义 又能给普通民众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经过三次论争以后 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这个对中国坚定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他就需要找他的群众基础 那么中国 无产阶级革命 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兴起 也需要有马克思主义 作为思想武器 这样子 这两个方面 就天然地结合到一起了 怎么来看这个结合呢 我想有几个标志性的 一个 1920年的5月1日 在中国大地上 第一次举行了纪念 国际五一劳动节的活动 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国际五一劳动节早就有了 但是在中国是一直到1920年才开始 在北京 李大钊和北京的一些先进分子 组织了500多个工友 而且他还找了两部汽车 到街上游行 散发传单 比如劳工神圣 5月1日劳工宣言等等 那么这些都具有比较广泛的 质量影响 在上海 陈多秀组织了上海的工业会 船务工界联合会七个团体 召开了1000多人的庆祝会 高呼 高呼 劳工万岁 八小时工作日 等等的口号 那么就在这一天 广州 九江 长沙 唐山 山头 张州 哈尔滨 这些城市也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这个活动 那么第一个劳动节 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921年的春天 在北京常兴殿大街上 有一个专务机构的一个小院子 在这里面 很多工友利用休息时间在学习文化 其中有一位穿长衫的人 他一边教文化 一边就唱歌 这个歌词是什么样的呢 如今世界不太平 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坐牛马 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惊醒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名 铁锤一举三河洞 只要我们团结井 通破乌云满天红 那么这个顺口六很通俗 但是它里面讲了很多马克思主义道理 特别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道理 所以长新殿的这个业余 工人业余学校啊 办得比较早 而且效果 大家好 我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北京市长新殿 劳动补习学校的旧址 大家跟随我的视线看过去啊 这是一个有三间小屋的院落 最后面那一间最大的房间呢 是用来上课的 那左右两间呢 分别是办公室和住校教员的宿舍 在我右手边的呢 是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 一处的处长周静老师 给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 周老师当时都有谁 给工人们来上课啊 当时的教员左右两类 一类似的那个专职教员 比如说李时 吴汝明 吴中苍 还有后面的卜仁周等人 他们都是北大师生 都专门来那个筹办这个学校的 还有类似监职教员 比如说当时的北京 共产党组织的早期党员 邓中夏 张国焘 罗张龙 何孟雄等人 包括李达兆 后来都亲自给工人们上课 周老师 当时上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当时的上给工人上课的时间呢 分两类 一类是日班一个夜班 日班主要是针对于工人的子弟 主要是课程呢 就是涉及到一些国民小学的课程 还有了夜班 主要是那是工人 那课程呢 主要是有国文 法文 还有社会常识 科学常识 还有一些铁路的常识 这五类的课程 当时是怎么联络工人们来上课的 他们联络工人的方式主要有三类 一类呢 就是说他们收入到工人中去 然后与工人拉家长 聊天的方式 谈心的方式 还有一种呢 就是通过工会 和组织一些工人的骨干 联络造极工人 第三类呢 就是说有时候请工人吃西瓜 然后一起来聊天 谈谈心 等等 这三种方式来联络工人 来造极工人 到这儿来学习 那接下来周老师 我们一起到工人们上课的教室 去看一看 里面到底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这儿就是当时用来上课的教室啊 能同时容纳多少人 一般每次上课大概有三十多人 但是多的时候呢 也有八十人 在院子里头都挤满嘛 因为他们原来的那个章程里头 规定是一个班是八十人 那样分组上学 分组教学 那后来被我们所熟知的 参与到这所劳动补习学校当中的工人们 都有谁呢 后来被大家熟知的 有史文斌 康景星 杨宝坤 等那些工人的骨干吧 这些人在1921年一大二以后 北京党组织派温中夏 来发展他们为党新店的第一批共产党人 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渊源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革命者不断深入到民众中去 去推动工人阶级的觉醒 启发他们的觉悟 并为他们争取利益 那么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自己的工会是怎样成立的 又有哪些重要人物参加了这个成立大会呢 那么在这个前后 上海 长沙 广州 广州也办起了类似的工人业余学校 在当时建党活动当中 这个工人运动主要是办工人院校入手 用这种形式来推动工人的觉醒 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工会组织 比如上海的工人业校就有这么一次讲课 有一次 这个业校的讲师拿了一把筷子来了 他献上一个工友给他一只筷子 让工友啊 把他引断 这工友很简单 一只筷子一下子就折断了 后来他又拿了一把筷子 十双筷子 二十个 二十只筷子捆到一起 叫这个工友再来搬 然后工友费了很大的劲也搬不动 然后他就说 一个工人觉醒不醒 要大家工友团结紧才有力量 一个国家的工友 觉醒还不够 要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工友 就用这么一个简险的道理 善明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像这样子的一些 这个夜宿啊 它都能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党的各地早期组织 它并没有满足于办这个工人夜宿 做宣传 而且出手在办工人夜宿 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基础上 来引导工人成立工会 就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 中国的劳动运动啊 它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很长一个时期 劳工运动是帮会在组织 有的是资产阶级操纵这个工会组织 后来我们取的名字叫黄色工会 国民党从事工人运动 比共产党还要早一点 特别是在广州 工人运动主要是国民党影响 这时候共产党的各地早期组织 就做手把这个工人阶级的组织 工会组织的领导权 逐步把它争取过来 当时上海是抓得比较早的 1920年的10月 在上海党组织的帮助之下 江南造船厂 杨树浦电灯厂 厚生铁厂 东阳沙厂 横峰沙厂 等等七八十个机器工人 在霞飞路渝阳里六号 外国语学社 这就是岛的长期组织的一个活动场所 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 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 他的主席是李中 李中在报告了机器工会的筹备过程当中 介绍了很多工人怎么来谋求自己解放的愿望 而且起草了机器工会的章程 这个机器工会的章程就反复强调 我们的工会是为工人利益来奋斗 我们的新工会不能和资产阶级握手 也不能和这个帮派流氓握手 我们要独立的组织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这个工人组织的思想就比较先进了 到了1920年11月21日下午 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自己的工会 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了 当时在上海工学的礼堂 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 在这个成立大会上 邀请了很多来宾 邀请了很多志愿者参加 有一千多人来参加了这个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 气氛非常热烈 甚狂空前 李中宣读了机器工会简章 是中国无产阶级新兴工会的第一个章程 它具有开创的意义 而且孙中山亲自参加了机器工会的成立大会 在会上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陈多秀也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 陈多秀说我们这个工人的团体是工人自己的团体 我们不要资三阶级来站在我们的旁边 我们要和资三阶级的那个甲工会划清界限 这样子一来 第一个机器工会 它就和我们党的活动 在党的指导之下成立起来了 这个意义非常大 那么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深入到工人运动当中去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这个结合 这样子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下一讲还要详细的讲到 谢谢大家